陛下驾到 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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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钱啊 你长大了 可本宫 却老了 义父怎么会老呢 虎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即日起 你就是我 大兴的天子 谢义父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万岁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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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参见陛下 认识朕 是 能发动宫中禁军 且天下人皆知 陛下爱深夜烈狐 杀了 是 等等 我不是刺客 我是紫衣局的 陛下你看 我有令牌 名字 程若瑜 你就是程若瑜啊 对 我是紫衣局的新执剑人 宫中已经上成了我的画像 你果然和画像上一样愚蠢 陛下看着很熟悉 在哪儿见过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来出宫踏青 听说这里风景甚好 还有呢 千争万确 而且我不知道陛下会在此烈狐 我也是先来的 只是没有来得及走而已 请陛下恕罪 滚 滚 这个程若瑜 原来是程怀志和程希的亲子女 是 八年前 程若瑜的父母双亡 于是来京投奔了程希 进入紫衣局 此人 朕见过 陛下去过紫衣局 秦阎阵出宫烈狐 他也在 他为何会在那个地方 你去查查 是 陛下 老奴可以对天发誓 我这侄女程若瑜成为直剑人 并非是我和我妹妹 逊私啊 朕信你 谢陛下 可是朕还是很失望 公孙京活着的时候 朕见过她很多次 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女子 朕只听她说过三句话 第一句 有人上本餐 说紫衣局开销过大 你怎么看 执剑人无需思考 陛下目光所指 即是臣见奸所向 第二句 怎么样 伤得可重 保陛下平安 是执剑人的职责 而能为陛下受伤 是执剑人的荣耀 第三句 是皇兄 驾崩的刺日清晨 你可愿跟着我 剑本凡亭 因人而灵 军人 则剑义 军政 则剑立 我虽是无能之剑 你 却还不配 剑本凡亭 因人而灵 军人 则剑义 军种 则剑立 那么朕 一个处处受制于燕奴 任奴为父 被外界说成师兄寸位 才登上帝废的人 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执剑人 陛下 朕与此一局唇齿相依 若想 肩为宝器 朕应先为明君 不然 要不然 即使剑再锋利 也会反噬其事 还真 奴才在 你说对吗 陛下 老奴以为 陛下永远是这瓶剑的主人 那主人永远是紧握着剑柄的 您便是拿他去砍天下 治金治硬之路 道徒相信 这把剑 即使是焚尘碎骨 也毫不犹豫啊 陛下 你起来吧 天日随朕 一起去给皇祖母请安 是 去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 那位何物 逍遥外物丹 看来陛下知晓此物 就不必沉再多言了 朕已经足够听义父的话了 为何还要如此相逼 若陛下真的处处听话 绝无二心 又为何坚持要留着紫衣局呢 紫衣局那女帝所见 百年来无有大过错 怎能说辞就辞 爹爹他是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惊山 还请陛下体谅 况且 这也是爹爹 对陛下的体贴 喝下此丹 从此逍遥自在 不受正式烦扰 真要不喝 你带如何 臣自不能如何 也只有请爹爹 亲自来了 陛下 陛下陛下 一天上任就立了大功 陛下您是不是 该好好奖励奖励我 你又何故 刚才偏天着火了 我去救火 还没想到火灭了 那日 陈也差点变成烤全羊了 这实在是太热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喝的 有没有 不过 这水也太少了 还有没有 没 我 来人 来人 程手鱼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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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奴 还是请太医去吧 行了 别装了 陛下 臣是不是立了大功 立了大功啊 你行事如此鲁莽 实在是愚蠢至极 你虽发自忠心 却鲁莽行事 万一坏了陛下的计划 还不宽向陛下请罪 陛下 臣有罪 你何罪之用啊 我 我 好像好心办了坏事 今日之时 你虽机敏 但是馆中窥报指尖一般 身为指尖人 你就是朕的一把剑 用对了就是朕之负 用不好就是国之祸 朕之后 冲荣宇 机会 朕只给你一次 陛下 臣无能 起来吧 八年来 紫衣局一蹶不振 有愧皇恩 令先帝寒恨先世 如今 又眼睁睁地看着陛下于水火之中 武力挽救 一切 皆是臣的过错 朕尔尚公何处此言 你临危受命 以病重之躯撑起了整个紫衣局 能在仇子良的威压下坚持至今 还送了新的执剑人给朕 一属不易 臣知道 陛下并不满意鱼儿 他生性跳脱莽撞 又总是异想天开 但他跟臣一样 都对陛下忠心耿耿 今日之事便可应证 程若鱼进入紫衣局之后 虽然屡次被训诫 但都是因为他的个性顽劣 屡教不改所致 其他方面 真的没有什么污点 而且他与紫衣局外的各方势力 都毫无瓜葛 我觉得陛下那日碰到他 说不定真的是偶遇 世上哪有如此干净之人 反途令人生意 明白了 那卑职继续查 陛下 许儿记忽下消遥外舞丹 想必短时间内 囚子凌不会再拿出第二课 但是冥枪易夺 暗箭难防 陛下 您可想好下一步 该如何去做 沈上公 那你有何良策 与其步步退让 不如 放手一搏